第四代核能發電廠 比爾凱茨的第四代核能發電廠 終於開始蓋了 難道核能的春天要來了嗎? 這座在美國威爾明州新建的 NATRIUM反應爐使用特殊設計 不僅挑戰過去屢屢失敗的 納冷快中止反應爐 其中的關鍵技術 竟然還能用在太陽能發電廠中 成為解決太陽能不穩定的關鍵 這是怎麼一回事啊? 這個NATRIUM真的會成為 第四代核電廠的敲門磚嗎? 為什麼有人擔心 NATRIUM其實達不到第四代核電廠安全 少核廢料產生的條件呢? 什麼?你說該買哪一支才會賺? 我跟你說 別人恐懼我貪婪 別人貪婪我就恐懼了 但要是突然發生金融海嘯怎麼辦? 別擔心 你知道存款也能有保險嗎? 沒錯 如果發生金融海嘯 萬一銀行倒閉的時候 不用擔心存款全部拿不回來 因為中央存保會進行理賠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是國營事業機構 主要保障存款人的權益 以及維護金融穩定 存款保險保障範圍包含 新台幣存款、外幣存款、本金跟利息 但要注意喔 每間金融機構最高理賠新台幣300萬 建議您分散存款在不同金融機構 分散風險、安全感加倍 存款保險不需要花你一毛錢 因為保費是由有加入存款保險的金融機構支付的 全台加入存款保險的金融機構 有403家 包括銀行、郵局、信用合作社、農運會、信用部等等 在金融機構外面都能看到存款保險標示牌 讓你無憂無慮、安心存款 比爾蓋茲其實早在核能的道路上吃過一次悶虧 比爾蓋茲在核能上的投資力道一直都不清 2008年成立TerraPower泰拉能源之後 在2015年與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簽署協議 預計展開2018年到2025年的長期合作 在中國研發行波反應爐 行波反應爐預計成為世界上第一座可將現行商業運轉核能反應爐的 用過核燃料也就是俗稱的高階核廢料 拿來作為反應原料的反應爐 讓過往被視為廢到頂而無處安放的高階核廢料起始回升 繼續發電減少核廢料的總量 為什麼叫行波呢? 因為在反應爐的設計中 核燃料棒的反應是由中心向外緩慢擴散 像一個水波不斷向外傳遞 因此取名為行波反應爐 好景不長 2019年1月1日 華爾街日報刊出報導指出 隨著川普在美中貿易戰上 與中國的對抗越來越強勁 再加上美國能源部 2018年10月11日公布的 美國對中國民用核能項目合作政策框架 所有對中國的核能技術合作 管制變得嚴厲 泰拉能源最終放棄與中國的合作 畢爾蓋茲並沒有就此停下腳步 他在2021年轉向與巴菲特波克夏公司旗下的 太平洋電力公司合作 宣布將在美國懷爾明州 啟動新的納反應爐一號 NATREM-1的建設計畫 預計2030年完工 並希望在2035年能完成總共5座的NATREM反應爐 這個NATREM跟其他的核反應爐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嗎? 當然有 不論是行波反應爐還是NATREM 它們的設計與傳統的核分裂反應爐相比 最大的不同 就是作為冷卻劑與傳遞熱能的 不是水 而是液態的金屬納 為什麼要用納? 有幾個原因 第一 反應爐中不能出現蒸汽 而納的費點高 因此工作溫度比水高上不少 現今常見的壓水式反應爐 為了盡可能提升工作溫度 施加的壓力高達150個大氣壓 此時的水能以攝氏325度進行熱量交換 而不會氣化 然而325度在納面前致視小屋見大屋 因為納的費點高達攝氏883度 這代表一般納冷堆的設計 可以在不用加壓的情況下 將工作溫度拉到攝氏550度 另外納身為金屬 導熱率自然很不錯 是水的50倍 再加上較高的工作溫度 美國核能管理委員會就評估 液態納的熱交換效率 是水的100倍 第二納可以用於快中子核反應 傳統沸水式反應爐 連壓水式反應爐 都屬於清水式反應爐 水在反應爐中 不僅作為熱交換用的冷卻劑 水的存在還會慢化中子 讓快中子變成熱中子 因此作為冷卻劑的同時 也是中子的減速劑 這本身並不是壞事 因為傳統核燃料的主角 是燃料幫中的誘惡35 它就像是一位技巧沒那麼到位的捕手 移動太快的快中子 它接不太住 移動速度比較慢的熱中子 反而比較容易捕獲 這樣才能促使核分裂發生 因此在傳統沸水式反應爐 與壓水式反應爐中 水和誘燃料棒可以說是天生一對 水能讓中子減速 促使核分裂發生 同時還能作為冷卻劑來交換熱量 這種易於兩吃的設計 讓反應爐的設計更為簡單 但隨著第四代核電廠的登場 快中子反應爐又開始受到重視了 因為在熱中子反應爐中 實際上只有0.5%的誘的能量被利用 而快中子能打破這個現狀 因為快中子在核反應中 能釋放更多的中子 而這些中子能將燃料棒中佔了95% 過去很少參與反應的誘238 轉化為布239 而這個布239也是很好的核燃料 同時也是核武的重要元素之一 而且不只幼238 原本被視為高階核廢料的反應後產物中 還含有大量重元素 例如R系元素等等 都可以進一步被快中子重新活化 產生更多的可裂核種 這些因為快中子而新生核種的過程 稱為滋生 也正是行波反應爐等第四代反應爐 被認為最具有突破性的點 那些過去無法被好好利用的核燃料 與高階核廢料 都將搖身一變 成為繼續發電的關鍵原料 這也是為什麼這類的反應爐 又稱為快中子滋生反應爐 或是快中子增磁反應爐 對了 雖然說這個設計聽起來很新 但其實也不是什麼新概念 1951年完工 人類史上第一座真正發出電的核電廠 實驗性滋生反應爐一號 EPR-1就是快中子反應爐 實用的冷卻劑是液態鈉甲合金 可惜構想是很美好 但EPR-1與之後的滋生反應爐 都無法克服鈉與容器間的腐蝕作用 以及鈉與含氧物質產生劇烈反應的技術問題 好消息是 隨著技術問題逐漸被克服了 缺點消失之後 快中子反應爐的優點就會再次顯現 而鈉快中子反應爐的第三個優點 竟然是這種核電廠還能把電儲存起來 事實上高溫液態鈉不可能直接進到發電機 推動渦輪發電 到頭來這些液態鈉還是得先加熱水蒸氣 讓蒸氣推動傳統渦輪進行發電 雖然多了一道能量轉換手續 但也成為鈉冷快中子反應爐的一大賣點 那就是這些能量竟然可以先儲存起來 當然不是直接用液態鈉 而是其他儲熱物質 例如超級常見的硝酸鈉 硝酸甲或硝酸鈣等鹽類 就是便宜安全的好選項 也就是所謂的熔岩儲能技術 在Nature的設施中 會有兩個巨大的儲存槽 一個裝低溫熔岩 一個裝高溫熔岩 低溫熔岩會被高溫鈉加熱 並儲存在高溫熔岩儲存槽內 而這些高溫熔岩可以長時間保溫 並且依照現在所需的發電量 將對應的熱量送入蒸氣發電機內 多的則可以儲存起來 等到用電尖峰時再全力運轉 這種能量儲存方式稱為熱能儲存 有別於用大量化學電池儲能的方式 這屬於物理的儲能手段 你說這些熱不會易散掉嗎 當然會 但是以現在的隔熱與儲存技術來說 已經能夠讓熱能損失的速度 非常非常緩慢 一篇刊載在期刊 Journal of Energy Storage 的研究指出 應用了新設計的儲存槽 擁有約125公分厚的隔熱層 每個月能量損失僅有5% 甚至可以被用在長達數個月 跨季節的能量儲存上 對了 就算是化學電池 也是會隨時間緩慢的流失能量的 以锂離子電池來說 平均每月會損失0.5%到1%的能量 這損失速率確實是比熱能儲存還要慢 但熱能儲存有個巨大的優勢 那就是便宜而且安全 而在熔岩儲能上走得最前面的 其實是太陽能 你有看過這些在沙漠中 綻放的鏡子陣列嗎 這種大型太陽能設施 稱為聚光太陽能熱發電 雖然是太陽能 卻完全沒有使用到太陽能板 這種發電廠會多過設置大量的鏡子 將所有太陽光都反射到中間的發電塔上 在多數聚光太陽能熱發電廠的設計中 中間負責極光的發電塔 本身就是一座熔岩塔 也就是陽光會加熱熔岩塔中的熔岩 再進到發電設備進行發電 沒錯 你可能已經猜到了 這種太陽能發電廠自帶儲能 可以24小時不間斷的發電 2018年 第一座可以24小時發電的太陽能發電廠 Gema Solar 在西班牙誕生了 它的發電功率是19.900萬瓦 用來除能的熔岩是60%的硝酸鈉 加上40%的硝酸钾混合物 熔岩除能可以讓Gema Solar 在沒有太陽的情況下 維持連續15小時的穩定發電 提供27500個家庭的穩定用點 雖然這種需要超級廣大面積的太陽能發電方式 還無法在台灣看到 但對擁有廣大沙漠的國家 則是發電首選 例如智利在2019年啟動的艾爾巴計畫 預計將沙漠區內的燃煤廠 全部轉為儲能新創基地 負責儲存周遭太陽能與風力發電的電力 而且他們正研究就地取材 熔岩儲能需要用到的鹽類 就從周遭的沙漠來提煉 他們預計 這些發電廠能提供不低於原本燃煤發電廠的發電效率 並提出野心很大的目標 希望在2040年到來之前 就全面消滅化石燃料的發電方式 好啦 聚光太陽能熱發電的路線 不是台灣能follow的 我們先回到Nature 現在看來 那冷快充值反應爐 不論在燃料棒的使用率 以及內建除能 可配合再生能源電網 彈性升降的特點上 看起來頗具優勢與發展價值 但很理所當然的 任何採用新型設計的核電廠 針對它安全性的質疑聲 當然也不會少 Nature真的安全嗎? 要知道 鈴的活性可是比里還高 光是碰到水就會爆炸的 在YouTube上 搜尋鈴的英文 Sodium 再加上Water 就可以找到許多把鈴揪 吸收進水裡爆炸的實驗 鈴的化學活性非常高 在實驗室中 通常要浸泡在煤油中儲存 以免異雨空氣中的氧氣與水氣接觸 就快速形成氧化鈴與氫氧化鈴 產生腐蝕性 歷史上曾出現的 鈴冷快充值反應爐 大多沒有好結局 日本於1986年興建的文書反應爐 在1995年冷卻系統出現裂縫 液態鈴露出而引發大火 法國1976年開始施工的 Super Phoenix 超級鳳凰反應爐 在建設過程中 也曾發生液鈴冷卻系統捕食 和洩漏的問題 電廠最後也在各種問題中 於1997年關閉 這導致現存正在運轉的 鈴冷快充值反應爐 只剩下俄羅斯的BM600和BM800 但或許我們該保持樂觀 期待這個問題 在NATRAM中會被克服 而歐盟執行委員會 也曾在2015年到2019年間 投入660萬歐元 大約2億新台幣的資金 建造了三座快充值反應爐示範基地 推動金屬冷卻反應器 安全評估的熱供水力模擬和實驗計劃 SESAME 研究金屬流體在管線與反應爐中的流動 以及對設備的影響 為鈴冷快充值反應爐 還有千冷快充值反應爐的發展 打下基礎 但就算鈴的安全性問題被解決了 還有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安全性問題 需要解決 那就是核武擴散 這是所有快充值反應爐必須面對的難題 首先 因為U235對於快充值的補貨能力 比熱充值還要低 因此 在快充值反應爐中 需要用上更高濃度 大約20%的高濃度燃料棒 另外 快充值反應爐的資深反應也是個大問題 傳統的清水式反應爐 燃料棒用完就成為用過燃料棒 也就是高階核廢料 但快充值反應爐會不斷滋生新的裂鏈核種 尤其前面提到 會將U238轉化為布239 這可是核武器的重要原料之一 因此 快充值反應爐必須有更明確的政策與監控措施 又或是在設計上確保第四代核電廠的燃料 可以不斷繼續反應 直到核燃料核分裂到更小的核種 確保過程中不容易將燃料棒拿出 提煉 避免發展成核武的風險 對了 以目前碳拉能源釋出的消息來看 NATRUM似乎也沒有採用情波反應爐那種 透過滋生反應 不斷循環使用核燃料的構想 仍然是預計以6235為反應核心 核燃料棒都是一次性使用的 因為以上的種種疑慮 從旁人的觀點來看 第四代核電廠的重要特色 像是可持續利用 安全 以及防止核武擴散 NATRUM離這幾個目標都還有點遙遠 當然我們也相信 NATRUM如果真的成功 將會幫助所有人 離第四代核電的里程碑更靠近一步 你呢 你覺得比爾蓋茲投資的NATRUM反應爐 會是第四代反應爐的試金石嗎 你是覺得當然 以試驗電廠來說 絕對很有投資的潛力 還是覺得 這安全性會是個大問題 要商業化並且部署到其他國家 得再觀望呢 又或是你認為 要說到核電的聖杯 還是核融核莫屬 第四代核電也只是過渡而已 好的 以上就是本集的內容 記得訂閱Pensai飯科學頻道 開啟小鈴鐺 加入頻道會員 鎖定更多精采的科學新知科學議題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